小姐不要動了 小姐 不要動你上來 你上來就不會動了 你爬起來啦 你爬起來啦 兩名員警緊緊拉住女子雙手 因為這名女子只剩手抓住欄杆 其他整個身體已經懸空在外 掉在24樓高的半空 女子情緒失控放聲大哭 整個人不斷掙扎 讓情況變得更加危急 從玻璃護欄往外看 女子的身體掛在大樓外牆邊緣 只差一點就要從24樓高的地方往下掉 警校人員緊緊抓住女子安撫她的情緒 其他人員則是繽紛兩路 一組在大樓底下架設氣墊 另一組人馬則是將繩索綁在牆角牢牢固定 從另一邊垂降救援女子 消防人員全身綁好繩索 跨到外牆之外 慢慢垂掉到女子的身旁 將繩索綁在她的腰間上 內外合作花了將近30分鐘 總算將這名女子拉進來 心情不好的女子被救進來之後情緒激動 雙手不斷揮舞痛哭 警校人員安撫情緒之後將她交給她的男友招料 但女子一度想不開千軍一法 還好有消防人員及時垂降救援 劃解危機 記者賴冠章 陳昭虎談戀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